刚刚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做好一份简报 先把自己的影片内容呢 先放在什么地方 先用手机 然后一张一张抓下来 也就是您手机会不会拍照 会不会去抓截取画面 如果不会的话等一下你再问 可以吗 请问你手机会不会截取自己的手机画面 我们就是要那几张画面 然后来做成类似这样子一份简报 然后最后我就直接把它输出成影片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学会 如何假设您今天 你要照我这样子一个教学 你要做什么 这一部影片的第一张 第一张头影片 第二张 第三张 所以这一段是我要 请你们一定要学会的 可以哦 那现在就要请你们 动手来去做 就是手机的拍照了 好来 请你们 接下来可能就不是看我的操作了 而是用你的手机 用你的手机来去做 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动作 请你先去抓这些图片 抓这些图片 那因为我会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做出来的影片都是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好了 像例如说 一号 一号在区公所嘛 那你就做区公所 一个便名的公布影片 你自己去思考 那例如说二号在护证 那例如说你就去思考 你要做什么影片 是便名的 以此类推可以吗 例如说好了 那个台北市商业处 那您是不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民众来申请什么 是最多的 就做那一部影片 那我要那一部影片里面 几个重要的画面 先把它抓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你们先拿出你们的手机 然后来抓 截取那几张图片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几张图片 你刚刚自己去下载的这几张图片 本来是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那手机是不是连线 连到自己的桌机 然后呢就可以去选到桌机的这些图片 比如说我刚刚从这个地方开始截取 所以我是不是截取了这几张图片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复制它 贴到自己的低齿叠机 是不是就贴到这边 那自己本机端已经有这几张照片之后呢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要做影片 所以怎么样把这些图片 放到简报里面呢 因为最简单做成影片 的方式我觉得应该就是用PowerPoint 我们电脑里面都有PowerPoint的嘛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点选插入 就是打开PowerPoint 打开PowerPoint的所有城市 然后接下来去找 Microsoft Office 里面的PowerPoint 2013 打开PowerPoint之后呢 点选插入相簿 接下来是不是要选刚刚那些图片 所以呢直接点档案 字列变 那我刚刚的图片放到低齿叠机 底下的这个YouTube加Line里面 直接按Ctrl加A也可以 Ctrl加A就是全选 全选到啰 全选到了以后 直接点插入 插入这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张的图片 然后这边请设定为调整至投影片大小 就是说我们以上面或者是左边的极致为原则 调整至投影片的大小 接下来直接点卷 建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那些相片依序放进来 什么叫依序 因为你抓图是不是也是按照那个时间先后顺序 操作程序步骤的先后顺序来去截取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先是这一张 还记得吗 是不是点这个Sufferry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输入网址到YouTube什么之类的 他就是按照您截取画面的顺序把图片抓进来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完成到这边 接下来可能要请各位来去花一点巧思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张投影片应该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就是说开场白的介绍 所以我会把主题放在这个地方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放什么主题呢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是要做一个YouTube影片下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直接写YouTube影片下载 好那因为我介绍的是手机版 所以应该要把手机的字样放进去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输入 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将YouTube影片下载 这样子一个主题 当然啦您可以再多做一点其他的一个名称的定义 举例来说您可以把比较好的一个名称放在这边 但是什么叫比较好的名称 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请你特别去思考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接下来我介绍的内容都是 是跟这个手机是有关系的 我这一部影片是不是跟手机有关系 所以这个手机会变成是一个关键字 你一定要放上去 还有我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介绍YouTube影片下载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字 那我们在定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呢 如果说您不把这个重点放进去 到时候别人可能不好找到您的影片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今天就讲说什么 影片下载 影片下载可能 他找影片的时候也会找到我这一步 他就会变成很后面才能找到 所以这边要请各位注意关键字 所以请你们设定这个影片的一刚开始的那个名称 我等一下想要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件事 好来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把第一张投影片的名称设定清楚 接下来哦 因为我们只有抓手机的图片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别人说按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就是把那个动作加进去 因为刚刚抓的图它是静态的图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一页 你就去思考我是不是要点这一个按钮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做法就是补充做什么事情那件事 例如说点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把这个字变大一点 那通常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会刻意的把这个地方圈起来 就是点什么地方 其实我倒觉得说 看你怎么表达这个点这件事情 好 例如说假设我没有填满 然后把边框设为红色出一点 红色出一点 好 然后文字放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 或者是 我就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框 我直接插入 例如说一个箭头 插入一个箭头 都可以 只是这个箭头啊 我建议各位要把它射回 例如说红色啊 出一点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只是为了要特别强调讲这件事 好 那就请你们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 您做什么动作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字 就只要把你要做什么动作 请用我刚刚教你的这一招把它补上去 好吗 就是要打什么字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给你一点点时间 把那个动作 用文字方块的方式呈现 假设我们已经都做完了 因为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来去观看 刚刚我有给各位这一份简报的内容 那假设我已经都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想办法把这一个简报内容变成影片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首先点选档案 左上角这个档案 我们可以去把简报的内容变成影片 怎么做呢 点档案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汇出 汇出这边叫做建立视讯 那建立视讯这边我就要请你们稍微知道几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 以视讯的大小 视讯大小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1280×720 这个1280×720叫做高清 高清 那个如果是FD FD的话是1920×1080 可是现在如果你买电视的话 大概我们都会买4K 所以您大概就可想而知 我们大概就是1K的那种影片 1K的这种影片我们叫做高清 高清 那当然啦 我们如果是以前放在 以前我们放在 例如说以前我们看一些什么DVD 可能它是稍微更低一点的解析度 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可吸式装置 可吸式装置就像我们的手机 就算是可吸式装置 它的解析度更低 424×240 那我们因为制作的影片 是要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们 是选择这个1280×720 也就是这边不敢 再来 每一张投影片 每一张投影片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05.00 这个5是指5秒的意思 那后面是不是会有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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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看说它输出是为了 否什么使用 像我们否这个HD的使用的话 HD的显示器它是1秒跑30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到时候会看到什么 05.01 05.02 但是不会看到什么 05.31 它最多只跑到30 那也就是1秒切分成30格 这边 这边 我们可不可以 1张投影片跑4秒 可以 你就这边直接往下降 它就变成04.00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其实都不动了 就是我们先做预设的 5秒跑1张投影片 5秒跑1张投影片的方式 然后点选什么 建立视讯 那接下来呢 我们 刚刚 简报所在的位置 这边就可以 帮我们 顺利的产生那个MP4的影片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点一下储存 这样子的话 稍微等 1点点时间 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正在处理 正在建立视讯 然后把这部影片呢 做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等它跑完 那请问一下 总共这边我有几张投影片 11张 1张是不是5秒 所以大概准备了55秒的影片 那建议各位 我们制作的影片呢 大概 我的经验告诉我 大概3分钟以内 是人家观看的极限 而且 而且 很多人大概在1分 30秒到2分之间 就不看了 您应该知道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我们去查询 等待那个 网页的画面 如果等5秒 它都没有跑出来 我们就直接关掉 可是如果 这部影片 如果它没有兴趣 它可能3-5秒 它就切换到别部影片 但是如果它有兴趣 它可能 要不就是调快速度来播放 要不大概就会看到 哇 这么长的影片 它可能就会直接用快转的方式 就是调到 例如说 10秒钟之后 20秒之后 我们这样是不是做好了这部影片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了一个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的影片 您可以快速点两下 来去观看一下这部影片 这就是刚刚的内容 可是现在是不是没有听到声音 对不对 会觉得 影片好像有点干干的 好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讲配乐的事 但是我们先把这部影片做好 怎么做呢 就是请点选 档案 汇出 汇出里面 请选建立视讯 建立视讯 然后请点建立视讯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建立视讯 也就是建立影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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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